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二十五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上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舍己的舍 原文是拒绝否定的意思 而己就是自己 指的是老我救人 舍己意思是指 放下否定老我救人 放下自己的想法 意见情感等等 定十字架是罗马时代的死刑 犯人必须亲自背负十字架的衡量 往刑场受刑 而在当时的人听来 是指着随时有可能舍去性命 准备受苦的意思 对于生活在自由 舒适的社会中的人而言 十字架则是指着任何 使我们老我不舒服 痛苦的人事物 跟从是追随 做门徒的意思 原文的实态是 现在是表示 持续不断的跟从主 所以路加福音特别加上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一个人要跟从主 就要天天靠着 支取十字架的大能 才能够舍己 并且持续地跟从主到底 那么这一节经文 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一个要相信和跟从主的人 他必须要天天在家里 职场 教会 都要操练舍己 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 意见 全世界和自己来比 永恒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赚了全世界 却失去了生命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节说明了 虽然跟从主耶稣 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不顾一切的代价 跟随它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全世界与肉身的生命相比较 是不能比的 那么与永恒的生命相比 全世界更是无法相比 吉姆·埃略特 是在参加仕途向 厄瓜多的奥卡族 传福音的奥卡行动时 被杀害的五位宣教师之一 他曾经在日记中 写下了一句充分表达 基督徒人生价值观的话 一个小德去付出 那留不住的 去迎娶那永不会失去的人 是一位智者 是的 你是否也是一名智者 看见那永恒生命的宝贵和价值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去得着这生命 并且一生为着 迎娶许多人的灵魂 而努力呢 对不起 感谢观看 证据